但是是希望一次就完成 那一次完成的話呢 這邊有幾個重點 就是你輸入那個公式 B1 特別注意 這個我想是 後面這個公式的串接 這個我想邏輯 要非常的清楚 這個跟那個前面VBA的有一點點類似 VBA這個and的符號 前後還要多加上空白 那跟在那個上面的資料編輯列 差別其實是差不多的意思 那只是說取得什麼 取得儲存格的值 但是儲存格的值跟這個字串要串接 它不能夠直接打了 你直接打一定錯誤 所以這個觀念正確的話呢 將來你要做出什麼樣的變化 其實都沒有問題的 也就是從這邊衍生出去的 OK 接下來呢 一般性做法這樣 就是把B1給鎖起來 所以一般的話呢 我會按個F4 然後把B1給鎖起來 那個A2就不鎖了 不鎖的話呢 你把他打勾 那A2呢 因為你向下填滿 他會變A3 A4 A5 那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本來就要抓他這個地方 所以你向下填滿 OK 這樣一次就OK了 但是呢 你向右填滿就不OK了 假設我今天又要向右 他又錯了 為什麼錯呢 因為 本來應該說什麼 這個上面的 B如果你向右填滿的話 他應該變成C 變成D 有沒有 向右填滿的意思就是說呢 他的那個 藍號 會幫你自動增加 只要看到藍號 會幫你增加 B就變成C C就變成D 但是有個原則 如果他的藍號前面有一個這個這個錢的符號的話 他就固定了 所以有錢就固定了 沒有錢就不固定 這 OK 反正他的 我不知道他這個邏輯 反正你看到錢的符號 也就是說你向右填滿之後你會發現 為什麼會錯誤呢 原則上呢 你切過來看 有沒有 B1 還是B1 可是問題我希望變成C1啊 可是他有沒有變 他沒變嘛 對不對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本來應該是 是參考到A2的 結果他變成B2了 不該動的 他動了 可是該動的他沒動 那這怎麼辦呢 所以有原則性的話 非常簡單 請你把這個B1 本來你按F4對不對 他會多一個錢的符號 請你把這個藍 這個部分給刪除掉 第一個 就是讓他怎麼樣 讓他 這個B1的那個B的前面不要鎖 第二個是什麼 在A的前面鎖 在A的前面鎖 OK 所以你觀察一下 原則上是這樣 然後打勾 向下 沒問題 向右有沒有問題 也沒問題 OK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 為什麼很多人那個大型式算表 他沒辦法做得很快 原因就是說 對於藍跟列的鎖定 的原理原則搞不清楚 很多人對藍列還不太清楚 以前只知道按F4 按下去就鎖起來了 可是問題 還有分成藍跟列的鎖定 所以這地方特別重要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向下 它的列號會增加 向右是藍號會增加 如果你不希望它改變的話 請你在前面加一個 錢的符號 這就搞定了 OK 所以很快就可以把一個大型的式算表 給做出來了 所以這地方特別注意 但是 其實你會想說 老師 那這很難記 有沒有什麼一個簡單的方法記 其實我一般 我的原則這樣 如果說我不想要 還要想說哪裡哪裡要說 其實有個簡單的原則 還有一招 以後你看到你的那個標題 是在第1列 跟第A欄 反正你就看到 你看到第1列 有沒有 就把1列給鎖起來 你看到A欄 的A 有沒有 把A給鎖起來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你要看一下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標題在哪一列 跟哪一欄 你就把這一列跟這一欄 給鎖起來 結果就可以了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公式 反正我以後 我不想要 記太多了 我就直接看 一列 就把一列給鎖起來 A欄 把A欄鎖起來 這樣一個大型式算表 也可以做出來 沒有問題 那這個公式 如果你通了之後的話 後面有個定存 雖然定存的原理原則也是一樣 其實無論說哪一種 只要你一個大型式算表 都相通的 而且還非常好用 這第1個 就是有關藍跟列的鎖定問題 第1個 OK 那這個公式的話 原則上做好的結果 也在雲端 雲端上可以看到 你可以在那個程式碼裡面 我是放在那個 我們 大型式算表